再過幾天就是投票日了 那我們先來看一看雲林現在的戰況又是如何呢 先來講一下雲林這邊的背景 其實在2004年 陳水扁在這裡大勝國民黨8萬票之後 就奠定了雲林是綠大於藍的基本盤 不過這基本盤卻在上一次的選舉被打破了 民進黨將近20年在雲林的選舉 9次的大選都是勝利的 不過在4年前 國民黨推出張立善來選縣長的時候 可以說是突圍勝出 所以這一次民進黨不是派前縣長蘇智芬來參戰 而是改提名劉建國 一男一女的對戰之下 但還是有人說這是兩個女人的戰爭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雖然劉建國也在雲林當立委 當了滿久的時間 但是過去他的選區都是在山縣的9個鄉鎮 海線的部分他其實並沒有多所經營的海線一直都是蘇智芬的選區 所以他如果想跨到海線來一定得靠同黨立委 蘇智芬的幫忙 再加上過去其實兩人是有嫌隙的 不過這嫌隙 在總統蔡英文的居中協調之下 已經兩人是和好的 那這一次再加上2014年的時候 蘇智芬算挺得 前縣長李建勇是勝選的 但是上一屆兩個人是對戰的 這一次蘇智芬右幫劉建國 所以大家也說是二度對戰 是兩個女人的戰爭 但雲林張家對這個雲林有多重要 對國民黨有多重要 他們就說其實張家的勢力是已經在擴大 對於地方組織來說 蘭茵是非常需要他的 而對於民進黨來說 頒倒張家勢力 現在也成為民進黨的最大公約數